你会买400块一斤的肉吗?如果说这是杨子鳄的肉呢?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杨子鳄是国宝 但在20年前,谁能相信杨子鳄竟然可以做成菜? 这里是万五零,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2014年6月11日,江苏徐州水族馆在开发区的一个鱼塘里捕获了一条杨子鳄 当工作人员将这条鳄鱼放入水族馆内的鳄鱼池后 他却先后咬伤了6条原住民杨子鳄 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凶猛天性 开发区的鱼塘里为何会出现杨子鳄呢? 经过调查,人们发现这条鳄鱼竟然小有来头 原来它来自一个名为三桌饭的饭店 那里原本养着两条杨子鳄,准备作为珍贵食材 偏偏这一只天性不屈,咬破饭店的铁丝网跑路了 而此时,距离它逃逸已有半年时间 迟到2014年5月1日,有当地居民报警称 多次看到杨子鳄在开发区鱼塘中出没 因为担心它袭击人类 希望警方将这条逃逸的鳄鱼尽快抓走 然而,警方联系饭店多次处理未果 最后还是徐州水族馆得到消息 工作人员带着25米的大网 将整个鱼塘的生物连同杨子鳄一同打捞上来 这才将其成功捕获 这条杨子鳄左右1.8米长,体重超过60公斤 多人协力才将它运回馆内 然而,刚进新家,它就暴露了凶猛本性 一直殴打同一个水池的温顺同事 水族馆的工作人员只好给它生了个豪华单肩 今后都自己住 凭借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性 以及工作人员的细心帮助 这条杨子鳄最终逃脱了被送上餐桌的鳄鱼 有人可能会问,杨子鳄种群现状如此危急 保护措施一再升级 但竟然有餐馆敢将其当作野味来烹饪售卖 难道不怕牢底坐穿吗 其实,吃杨子鳄这事虽然罕见 却不是没有先例 2006年,安徽黄山市恢复美食城 推出了杨子鳄佳肴 杨子鳄作为美味真修出现在餐桌上成为可能 在当时,全国仅有三家餐馆 获得限量定点经营的许可 当然,野生的杨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坚决禁止交易和食用 因此,这三家餐馆采用的食材均为养殖杨子鳄 1992年,中国在宾威野生动植物 国际贸易公约成员国大会上 提交通过了杨子鳄人工商业性圈养登记建议提案 1993年,国家放开了鳄鱼养殖和经营 但想要养殖养子鳄绝非易事 首先,要养殖场必须办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续养繁殖许可证 有了这个证后才能合法养殖 其次,若想要经营交易 还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 参加电梁作证 参加电梁作证 hol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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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